8月4日凌晨 姐夫汪小飞发文力挺小S 汪小飞先是转发了一则 小S在某节目中的正面言论合集 其中小S曾高喊 我是中国人 我已是中国人为荣 这样的语句 而后他又亲自发文 维护小姨子 称他昨天打了针 反应比较大 一直在休息 所以才会说出 让我静一静这样的话 此外文中还提到了 小S祖籍山东一事 由此看来 汪小飞为其站队的意图 非常明显了 可对于这样的解释 网友们却完全不买账 毕竟事发已有两天 可小S本人却迟迟未做出正面回应 很多人都要求他亲自道歉 然而汪小飞却将这样的评论 统统删除 现在连这篇文章也不知为何被删掉了 这操作属实让人看不懂 范范觉得 网友们愤怒的情绪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汪小飞或许是心疼小姨子 可那些曾真心喜爱 支持过小S的粉丝们 他们受到的打击 又有谁心疼呢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